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各位菩萨 平安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这次主题就是以心经为主 然后跟大家讲如何的明星来照见五蕴皆空 那这个心经它是从大般若经里面提出来的经文 所以我们在这个心经的认知上面 也应该可以从大般若经上面了解 那大般若经的第二分是佛陀跟舍利子 他们两位在讨论大般若波罗密多的功德跟意义 那般若波罗密多的意义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讲 有讲到信心的元气 然后到对三宝的皈依 到受戒达到四不坏性 然后这个性能够圆满 那从这个三规一受戒的信的圆满 我们需要修行 修行需要有证见 所以听闻佛法 这是我们首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听闻佛法 我们不能够用自己想 我们一定要从它听闻 就是从佛陀的言说 佛陀的教法 以及佛陀的弟子 从这里来听讲 所以这当中就构成一个 我们要学习要听法 讲法的法师或是老师 也是很重要 所以就有善知识的一些条件 要去检测 我们要听法的人 本身又有一些条件 要去成就 所以从这个听闻之间 我们去了解 那以波雷波罗密多心经 这个教法 来做我们的修行仪规 那这个波雷波罗密多心经 就是刚刚所提的 佛陀跟摄利子 两个在讲 波雷波罗密的意义跟功德 那在农树菩萨大师主任 他有提过这样的问 为什么不跟菩萨讲 要跟阿罗汉的摄利子讲 那佛陀他提出了几个观点 第一个就是摄利子是佛地子当中 智慧第一 这智慧很重要 那这个智慧第一 可是后面在讲的 却变成是须菩提在讲 就有人这样质问 智慧之一可以让他一直讲 佛陀可以跟他一起讨论 怎么会变成须菩提 佛陀就讲 须菩提 他无真三昧 人中第一 无真三昧的意思就是 他的慈悲相 他的慈悲相 在于人中是第一的 跟菩萨 修波雷波罗密度中生的相 这个慈悲相是一样的 再来就是 虚菩提 他常行空三昧 他的空三昧 跟菩萨波罗密里面的空 也是相应的 所以 在这几个流程下来 佛陀他来讲法 就是首先注重智慧 再来就是 我们要能够慈悲 来观空 所以在这个 《大波雷波罗密多经》 他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说 菩萨你要修学波雷波罗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以一切法 以一切种来观一切法 也就是说 你要修各式各样的观门 这个种就是观门 四年处三十七道平 六度波雷波罗密 这些通通是观门 要以这些种种的观门 来去观一切法 那这个种种的观门 我们从 社利子 须菩提 他们应对 发觉到 这个八正道 它是 我们首要去修行的 那这个八正道 它就是我们入伯之间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上一次有跟各位讲过 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 它就是因为我们众生 因为没有听闻 都靠自己想的 所以我们的业因不透彻 不了解 没有究竟业因业原业果 所以产生了邪见 那第二个就是 有肉的正见 大家都知道 要好好地修因 修果 然后要发愿 到哪一天 可是这个六道里面 天有两种 一种是阿修罗 那再就是人 这属于三善道 三善道的意思就是 这种是三种善的果报 也就是说你所修行的事情是好事 所以有这三种果报 那这一种是有肉的正见 如果说你是恶见的话 你就会到地义恶鬼畜生道去 那这叫做恶报 那我们在六道里面的轮回 我们通通是在受报 所以不用去羡慕天 他在那边享受禅定 那是他修来的 我们现在修来 我们在忍 那我们就好好的 应用我们的果报 那像天 大部分的都是在 享受欲望 享受禅定乐 所以佛陀他跟那两个老师学 一个是无想处定 一个非想非非想处定 他知道这个不究竟 不是正道 所以他就放弃不跟他们学了 那我们在这个知见上 从这个做人这方面 我们能够好好的行十善道的话 十善夜报的话 修善法的话 升天当然没问题 好好的修善法 修禅定 升天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做这个因就有那个果 果报就是这样子 那你不修善法的话 你就会修恶法 因为我们的夜市一直在动 所以不要说出家人要修 修行人要修 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讲的话有问题 每个人都在修 只是说 你应有没有像佛所说的 我们来修八正道 产生正见 让正见来带领我们走向 出离这个六道三土的一条路 让我们在这六道里面受果报 就是在三界里面出不去 那我们在三界里面想要看什么样的叫做涅槃 什么样叫激进 看不到 因为我们在混乱当中 我们在懒着当中 所以八正道里面的第一条正见 它就是依照的这个世间上的道德 要教我们分辨善恶 就是善法恶法 以及善根跟不善根 分辨这一些 让我们从为人开始 慢慢的从这善法上面来开始做 善恶法就是属于道德上的分类 不要去杀人放火 跟杀人放火是一种 善根就是不贪、不撑、不吃 善根是无贪、无撑、无吃 那不善根是指贪、撑、吃 这三种 所以我们在人世间的道德上 它还是有它的需要 让我们好好的修行 它有个根据 那再来就是食物 吃饭这件事情 对修行人很重要 如果我们修行人吃太多的话 那就是没有办法修禅定 没有办法修禅定的话 那你大概会去修其他的 可能修布施或是修慈戒或是修忍路 或是这些从这几个方面去精进 但是佛陀讲得很清楚 我们修布施慈戒跟忍路 就是安忍这些事情 精进地修 它是我们修禅定的资量 也就是说你把这些资量准备得好好的 可是你不修禅定 那就可惜了 就好像说你车票、船票买了 可是你不去坐飞机或是坐船 就是你出离必要这里 所以这个禅定是我们按照佛陀所说的方法来修 他跟我们讲要储备这些资量 要去充足这些资量 所以你单修布施 单单持戒 很精进地安住在那好好修 可是你不修禅定的话 那没办法出不了这个三戒 那禅定又分世间跟初世间 世间就好像刚刚前面所说的有漏正见 你对因缘果报不了达 那你的禅定大家就会到欲戒 到色戒到无色戒 最长的时候每次五百戒 五百戒之后你还是一样 下身到地域去 到恶鬼道去 到畜生道去受报 所以这个世间上的禅定 它有它的瑕疵 因为它因缘果报不就近 那要如何来就近它 就要靠波勒 所以佛陀在《大波罗经》也是这样讲过 我们要修六度波罗 一定要先安住在这个波勒 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先修波勒 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就是要先以正见来开始培养 所以八正道在我们这个正见里面 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以这个八正道的正见来看的话 你对于一切法 也就是说所有的官门 不要管它是外道的或是佛地址 它通通是修禅定的方法 这些方法就看你会不会用心 用什么心 用波勒波罗蜜多来修 就是说波勒在前面引导 然后禅定 来去那个细念观察 那这当中就是要我们用布施 实戒 安忍 来精进来修 所以这个食物 你如果吃了太多 或是不适合的 或是不合时宜的 这些都会对你的色身造成影响障碍 所以这食物 特别是色地佛把他指出来原因在这里 要得到正见 这个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说 你还要知道这个事件上是苦的 就是从苦极灭到四圣地 去观察这事件上 然后再按照十二因缘 来去分别思维 来了知这个苦的成 住坏灭 我们的心是什么 怎么样来成就他了 所以这个十二因缘 他本身对于这个苦 也就是说四圣地这件事情 他在佛陀的修道过程当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甚至是决定性的关键 这下后面再说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正见 除了在这个人世间的道德这样分别 我们要懂得修善法 对于本身的饮食 要懂得去节制 去选择 再就是要知道这个世间上是苦的 然后从十二因缘来去观察 观察到知道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有肉的 也就是说都是无名的 所以佛陀他跟我们讲要怎么样来把这个苦熄灭 就是要靠这个观察 那这个种种的一切法 在这个听闻的当中 你一定要清净善知识 听闻他的教法 还要能够如理作义 就是说不要自己想的 自己觉得 或是自己感受到的 那些都不正确 按照佛陀说的 因为他已经做过了 走过了 然后讲出来 所以我们规一法就叫法随法行 就是按照八正道来这样做起步的修行 这是第一个证件要有了 当你有了这个证件 你对人世间的道德 你会分辨 然后你对这个本身的睡眠跟饮食 这两件事情 你会好好做调节 知道人生这个境界是苦的 从十二阴远去管苦的来源跟根源 知道这是有肉的无名 那我们在这当中 慢慢地自己做调整 那第二个就是正思维 正思维就是说我们要远离这个贪业 像前面所说的这些 八正道的一些看法 就是道德 饮食 苦 十二缘起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要远离贪的一个境界 当你面对这个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道德观出来 道德观出来的时候在境界当中 我们或许会说 这是人世间这样讲没有错 我要这样做 可是你的心有没有发起贪心 人世间讲说这个东西放在这边 可以让它自由取用 我去取用这东西是贪心还是需要 这个就跟道德就没关系了 这个就跟你的心 有没有离贪不离贪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思维要思维这个 不要去让自己的心 随着这个境界起贪欲 才能够远离这个贪业 不然的话你要去造恶业 虽然你读了很多经 看了很多经论 可是你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却是在贪 那这样子就白修了 修了一步 退了两步 这样很可惜 那郑思维除了这个出离心 我们的心要远离这个烦恼 那这些都靠戒 佛治的戒跟一般法律不太一样 法律就是以大众需要的 大众认为对的 大众认为可以的 可以接受的 以这样的制定 这是境界上的事情 那这个佛治的戒不是这样的 它是以你的心要亲近 要能够致敬起义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出离这件事情 那以着戒律 也就是律语来做 那这个三规的弟子你去受戒之后 都会懂这些律语 就自己再慢慢看 那再来就是境界遇到了 我们要有这个出离的心 不要起贪心 照贪业 当然也不要起称心 你说这个东西放在这边 自由取用 我去拿了 人家讲你话 挡你了 不给你拿 你就起称心了 那这样不行 虽然你做没有错 你也没有贪 可是碰到这个境界 人家挡你也不给你拿 你就起称心了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出离 然后来熄灭我们的称心 也就是我们常在讲的熄灭贪生思 第一个要熄灭贪 第二个要熄灭称 再来就是无害 我们不要起这种伤害他人的这种寻思 就是这种思维 这个人他刚刚挡了我什么事情 我想以后我要怎么报复 我都在想 我要怎么害他就在想 这种害他的寻思 不要想这一些 我们要认思维就是要做这个 人家对我不好 夜报 我们过去就算了 为什么 你再跟他计较 造行业 对你来讲划不来 佛陀曾经讲过一件事 一个河神在水边摘花 闻花很高兴 没有人讲话 可是一个比丘在水边 闻一下花就被他骂 比丘很不服气 为什么会这样子 佛陀就讲 你一块抹布 你拿到墨水擦一擦 一样是黑黑的 它本来就黑的 再怎么擦还是黑的 可是你一块白布滴了一滴墨水 那白布就变黑了 可惜了 所以佛陀跟我们讲这个事情就是 我们思维要能够 第一个要节身自爱 不要去伤害别人 来揽入自己 这是我们在正思维上面的三个方向 就是要出离 要远离贪欲 要无悔 要让他洗灭秤怒 要生起慈悲心 第三个无害就是不要想说去报复人家 让人家不舒服 不要这样子 那这些完全在内心有个思维靠什么 靠律语 也就是我们所受的戒 那这样我们在讲话就会讲正确的 有用的 我们不会去说谎 也不会胡说八道 也不会讲些没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正语就是这个样子 那正语就是让我们佛教徒 就是我们佛弟子在谈论当中 能够在这个争论上面 戏论上面 能够远离 这是佛陀祂主要跟我们讲正语要这样子 讲的话对我们才会有用 应当要讲讲什么 讲大家怎么样修行精进 大家怎么样克服烦恼 大家怎么样对于戒定慧 怎么样对解脱 对解脱之间这样实践来讨论 来去互相了解真境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政见 政思维 从口业出来就是正常了 那在我们的深业的话 我们按照五戒不杀到云望喝酒 那从这些然后再加到十戒 那到撒咪比丘戒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律义就会越来越圆满 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清净 因为这是不做一切恶行的基本 有了这个基本你就不会去愉悦 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做 有些事情像说社会道德法律允许的可以做 可是我们有受戒发觉到这件事情我去做了 心会懒污 所以我们就不做 那这有时候大家碰到境界的时候自己去看 当你碰到事情没有违法 这件事情没有伤害其他人 可是这件事情会懒污你的心 那就不要做 这是正业 那我们从正见正思维这样来思维 那我们在生活上 我们就会远离到这个邪命 就是不要去 那个 像 跟人家算命啊 或是为了功德去跟人家 自赞自夸啊 或是 正专自己啊 诽谤他人啊 等等这些事情 我们就不做这些事了 我们为了能够好好的祈求祈食 那就好好的按照佛的赤地祈食这样 就是到这一家没有了 那就到别家去 到这家没有就到别家去 时间到就回来 今天没的是 这就是夜报 我们出家中就是说这种教育 律里面他就跟我们讲这样的事情 那在这样子的 正见正思维 正与正业正命 我们日常生活中 以这一些方式来正经进的话 那我们的心 会越来的越清净 也就是说我们私系会 越来越清明 不会混浊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分层调举 这个分层调举 是跟我们修禅定有关系的 所以你没有把前面那些事情做好 那找个时间 腿盘起来坐着就要打坐 那可能就是坐在那边睡着了 很多人都这样子 今天工作做得很累 一天过去 要打坐了 腿盘起来就要坐 就坐在那边睡着了 很可惜啊 你有那个心 有那个力要去坐 可是你选的时间不对 你应该让自己有精神 早上起来 精神最好的时候打坐 最亲民的时候打坐 思绪最亲近的时候打坐 你应该选这个时候 你才会帮你的精进展现出来 你都选一些很累的 要睡觉了 吃很饱了 做不来了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没办法精进了 那这个正精进它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 当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道德善法二分法 你不修善法你就是在修恶法 你仔细去观察 这个人他没有造善法造善业 他做的肯定是二业 因为世界上是二分法 你仔细去看看观察人家在做的事情 那这个正精进的意识 如果你不造善业的话 就像昨天那个女众一样 她怕她心生下地狱 不念火不学火 门上号个铃铛让她念 进出邀遥遥的铃铛 然后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念药师佛 反正你就是要念佛 他养成习惯了 他到地域去就有这个问题了 可以出来 听到叮叮咚咚声音 他就知道要念佛 所以这个正精进这事情 世间上的事情 好坏分明黑白分明 我们既然学佛 有要这个正见的话 具足这个正见的话 其实世间就要分清楚 那再来就是这个正念 那正念呢 它本身就是我们好好的来观察内心 所以它是在修禅定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修禅念作用 它这个念有个方法 譬如说观呼吸 譬如说念佛 或是不敬观 或是其他的慈悲观 或是种种各种观门 观门很多 就是说你有缘或是有机会去学到了 那这个正念就很重要 正念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它是以四念柱来念观 就是观深受心法这四种所缘 那这四种所缘 在我们人的一生来讲 它是最方便最简便的 我不用去找一个物品来 我要观这个不用 我不用特别到什么地方去好好修 不用 我只要这个地方安静 清静 然后宁静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是你本身要能够致敬 那你在这个四念处这个观的时候 我们讲这个正念 四念处它是观门 那这个正念是什么 正念就是说我们的心 像昨天讲的那只龟 你要能够以利于 来好好的守住你的六根 你还要能够像那个 那一个人 他把六种动物 绑在一个柱子上面 牢牢地绑住 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用这个意念 把这个六根绑住 不要让它到处乱保 那条绳子就是正念 一个是绿语 一个是绿语 一个是神子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正念 一个是从佛那边听来的 绿语的教法 一个是我们本身在修行的一个精进的力量 这个念力持续的信念在那里 这个精进的力量 持续的力量叫正念 所以在这个正念上面 在一切式理论里面也有提到 我们怎么样来 让我们的心 能够安住 能够我们的所缘 那譬如说我们在 观这个身 观身不尽 如果你会观的话 你会观我们这个身体 其实是身体 也不用人家讲 自己想就知道 我一个人在这里 我的外表就是一个皮乎包着 看得到的就是 手脚 牙齿 这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这地方是没有皮乎的 皮乎底下包了什么 包了一些肉 肉里面有骨头 骨头上面有筋 骨头里面有髓 全身上下都是这 你把它想像这个屋子里面 金梁有柱子 然后外面一个围墙包起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你就观自己的心 观自己的身 那你这样的观的话 你的髮毛 枣齿皮 就是头发还有毛发还有指甲 牙齿跟皮 你外观看到就是这些东西 那你那个肉筋骨髓肾 你这个皮里面包着肉 骨 筋 髓 还有肾 还有心肝 脾肺 肾脏 骨膜这些东西 然后有肠 胃 胃 胃中物 糞 还有脑 这些东西在我里面 我们这个不用人家讲 我们自己都知道 我们会流鼻涕 会流鼻水 我们体内有血 有润化液 这些我们都知道 这些不禁原因在这里 因为它都不干净了 拿出来 臭臭的 它不是一个纯净的 所以我们在观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我们听人家讲 我们观这一个身体的不禁 来信念我们的心的话 我们的心要注入内所缘 那你可以拿一张 人身体的构造图放前面看也可以 但是看一看 拿走就没有了 那怎么办 就是我们的信念的力量 就是在这个时候用了 我们就自己在好好的看 好好的观 没有土没有关系 我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那观身不禁 好好的自己慢慢观 不要让自己的心散乱掉 让你的心能够随着这个所缘来做 那这个就是像那六种动物被神的绑住了 把它绑好 但是基本上是你愿意像那只烏龜一样 外面有魔鬼的扰乱 我通通缩起来 我不要去受别人干扰 不要去盼外面的圆 我就好好来做 基本上你要做这两个事情 就是按照律语 来守住六根 以正念的力量 让六根不要到处去攀岩 那就是我们第一个 内住心 让自己心能够安住在我所要观察的 那第二个就叫做续住心 那我们在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是观的一次 就好像属树一样 髮毛枣脂皮 肉筋骨髓肾 心肝脾胃 尽脚膜 肠胃 肠中目 愤脑 然后这样慢慢观的话 乱掉的话 那这样子乱掉的话 你本身它再把它拉回来 这就是我们细念的力量 这个细念力量从哪里来 那从我们之前的听闻 我们要好好的精进 好好的思维 就从这边来 那我们正念就是要靠前面那些来 正见跟正思维这边来 那这个续住就是让我们所要观察的不会散 那不会散的话 就由于我们所观察的情形 它慢慢的会清晰 会显现 那再来就是安住 这个安住 就是说我们的远向外散掉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善心杂化 我们就要想想那只乌龟 外面有一只狐狸在等着吃我 我不要乱跑 赶快 这个六根跑掉了 眼睛不要东张西望 合起来 耳朵不要到处听 关起来 合起来 关起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好好的来安住内心 再思维 再从头再来一遍 发毛找死鼻 继续再来一次 从头反正有问题的 闪了你就从头再来一遍 跟鼠息一样 跟关呼吸一样 所以这个当中呢 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注意力 就是要精进的用功的努力 让我的心好好的安住在这里 不是闪闪的乱乱的就坐在那边 念头不见了 这样不行了 你既然坐下来 你叫像我躲一样 我不曾正觉设不及己坐 要我这样子 闪了你继续再做 闪了继续再做 要这样子 那这当中呢 它会中断 闪了 没关系 我们没有做习惯 再来 闪了 再来 再做 用这个方式来做 然后让自己能安住 那安住的话 就是继续的安住在圣面 那再来就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观身不近这时候 我们可以看 如果说你观得清楚了 那因为观身体这个状况 正需真观呢 按照南传的叫法 它是最后观到一切没有 会空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说 让自己心 能够在这个广大的境界 也就是说你的法毛 早指比这个观的好像太多了 太多 内心有太多的事情要观察 要做的话 那你本身 就慢慢把它收摄起来 收摄到 你一个人坐在这里 也就是说你本身 对于这个 这个内观这个情形 里面身体器官观察清楚 地水火风分得很清楚 你就可以看 可以做意念的力量 就是来意念我们 让自己继续的安住 前面要安住的是 因为会散乱 所以散乱我们把它拉回安住 现在我们观成了 观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 让这个广大的 去观很多的 那个境界 然后法毛早指比 心肝疲悦肾 肠胃 禁销膜 这些种种的内部器官 观好之后 那我们就再来慢慢的 让自己 来意念 这个意念就是第二阶段的 让自己能够安住 前面是散乱的安住 现在是定定的 我们就好好的安住在这里 然后 然后 大家就是要调伏 因为我们这样子 正在这样做 那做的时候 我们 已经会有一种 舒适的状态 那这舒适的状态 我们就觉得 这我调心有成 你不要看这个 去想说你的身体 就有用 当你觉得 你在这边静静的做的时候 你发觉到 定可以修了 可以在那边关了 那你就好好的在这边 从这个喜业的心去观察 但是 这时候 你要去分别一点 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被色身相畏处 还有贪真思 跟蓝脸 这些种种的相状 来去跟你干扰 你不要临时想到 这什么 哪边的东西好吃 就跑掉了 或是什么事情 你要想到 那个男的 那个女的 怎么样 那都跑掉了 而会想到这些出来 就是 以前有那一种因缘果报 那这个果出来了 我们要不要让它受报 不要裹出来就算了 就让它过去 我们要调伏自己 不要随着这些境界去 这些境界从哪边来的 从内心出来的 就是说你修定到这个程度静静的 它自然会有这些烦恼会跑出来 你以前没有 但是你现在做会有 那这个能够调伏的 我们心就能够极静 这个极静呢 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不正的思维 你会寻思 以前谁对我不好 以前谁伤害过我 以前怎么样 那我要怎么报复 我要怎么办 我总说不要这样子 寻思到以前的不好的 那你应该让它过去 或是去对峙它 那像寻思到不好的 有贪有撑有吃的 你要起慈悲观 心要能够清明 要能够知道因缘果报 所以你如果知道因缘果报究竟的话 这时候你的心急静了 它就可以帮你 让你的善亂过去 这种不欢喜的事情 虽然从内心出来 但是你不在意 就让它过去 那再来就是 就是产生这个正知 那这个正知呢 就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在这边做的心象是怎么样 有善心 有恶心 有寻思 有烦恼 有善法 等等这一些 那这一些呢 我们不会随着它过去 那就是正知 那这个正知过了之后呢 我们这心 就会到第三阶段 最急急静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 又起贪心了 或是昏沉睡眠了 那时候 就应该更急静 更不要理它 那这样子的话 那在这个昏沉睡眠这时候来 你就能够好好的 寂静的修行 为什么 因为昏沉睡眠 在这时候 它等于就是 你在修行上精进力的问题 那如果说是调矩的话 它一样 会让你 就是调矩是妄想 非常非常多 而且是很细的 叫做调矩 比较粗的 像前面所说的 贪嗔痴 色身 香味处 男女 这属于妄想 它比较粗的 那调矩跟沉默 就是比较细的 沉默跟昏沉又不一样 刚刚讲昏沉跟睡眠 这个是粗的 那你这个昏沉睡眠 把它过去之后 你会发觉到 你又跑出沉默跟调矩出来 那沉默跟调矩出来 这两件事 它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 它不是由于你的习气 它也不是由于你所使用的方法 或是身体累 这种种状况 或是对因果不明这些 它不是 沉默跟调矩 是因为你对于 修行这个法的信心不够 你对于修行这个方向不清楚 你只是说人家说打坐很好 你很精力跟他做 但是做到怎么样 你不知道 这是沉默跟调矩的一个过失 你信心不足 那你最急急 当你知道这些沉默 调矩 或是昏沉睡眠这些 妄想这些 你能够知道 而且能够调舞的话 那你的第八心 就是能够常识修 你就能够专注一进 这时候你的专注一进心就出来 就能够好好的按照日移 然后让你的心去心形运作 这样子的话 你就能够从这里专注一去 所以前面在观的四念处这里 观身不净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到最后要观这个法无我 原因在这里 你专注在一个地方 专注在一个境界 一个法好好的来观 那这样的话 你的精进力就从这里产生出来 这个精进力不是我们大家修旧去做好事 做善事 大家一起共襄圣举那个精进力 不是 这个精进力是你自己从内心发起来 就像上次所说 你正见必须要靠自己 这个正精进这个精进力也是要靠自己 同参菩萨朋友带他可以说提息 然后带着你去做好事 做善事 造善业 可以一起精进没有错 但是你在禅修里面的这个精进 完全要靠自己的正见 你的正见起来的时候 你后面这些精进的力量 他才会接着继续靠自己 因为你修行没办法靠别人 那这个第九个就是平等住心 就是我们以四年初的话 到后面的官法无我这时候 我们就要把官的法的无我舍掉 我们在官的这个我也要舍掉 也就是大致论说的寻生官 内生 外生 自他生通通没有 不可得 到最后我们是要这样子观 那这个在佛事的时候的四念处 那并没有寻生官这个观念 那我们在这个观四念处的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 让自己好好的安住在一个方法上面 这个方法它没有什么特别 那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居士 他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长大了 但是他家里也贫穷 没办法儿子大了 就给他钱去做生意 做买卖 总之要养家活口 那他在做生意在市场的时候 有一个阿罗汉到他旁边去了 看到他这样年纪津津的 在那边顾店就跟他讲 你要能够训练你的心念 我现在教你 你拿石头 有黑的白的 你都用来算了 当你念好了 比如说念阿弥陀佛 你就放白的 你没有念阿弥陀佛 你就放黑的 那这样放 看你黑的白的 到底放多少石头 刚开始这个年轻人他黑的石头比较多 后来他就慢慢的念佛的多了 白的石头更多了 那到最后这个年轻人竟然证得出国 所以阿罗汉还这样教他是有他的因缘 这个年轻人他这样做 在他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 方法是很简单 只是我们的正见跟精进力够不够 这两个很重要 如果你会证见 懂得思维 那你精进力量 这个方法可以用得上 像这个年轻人一样 他连做生意都可以证得出国 所以各位对佛陀他跟我们讲的事情 教的方法 大家全心以赴的就是挑一样来做 每一个方法至少修个三个月 看看自己对这个方法 用的上帝用不上帝 然后跟同参讨论 检讨 这样你修行会比较快进步 那这个发生到他最后的正念 就是在这个久住心 这个久住心他就是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有这种作意 要努力的来作意 所以要有这种内住跟序住这两个 那这两个人会常常忘掉 所以我们要有安住跟进住跟意念力 这三个来帮忙 然后要调伏让自己激进 接着这是我们的正知力 要让自己能够进入这个最极激进 跟专注于气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串息力 要把我们所观的人物 法物物都舍弃掉 就在那边好好用功 那这个久住心就能够好好的用功修行 像他阿拉传教的 年轻人只要肯用功 他就能够成就 那这次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 大家平安吉祥 希望也祝大家能够 道业成就 阿弥陀佛 我在网路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路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洪水中的等待 狗狗汤姆很小的时候 便来到了主人乔恩身边 乔恩像一位父亲一样 悉心将他慢慢养大 嘿小汤姆 好不好喝呀 小汤姆 你这是要把这些牛奶分享给我吗 谢谢你 汤姆 我的小汤姆真的长大了 谢谢你 嘿乔恩 怎么你来游泳还带着汤姆啊 你还不知道汤姆吗 他就像是乔恩的小尾巴一样 不管乔恩走到哪里他都要跟着 汤姆才不像你说的那样呢 他非常通人性的 平日里我外出忙自己的事情时 汤姆就会自己在家里看门 是不是啊汤姆 哈哈哈哈 汤姆他真的能听懂你的话啊 是啊 你们俩一搭一唱 真的是非常好的搭档啊 你说的没错啊 我们俩是最好的搭档 乔恩 乔恩 一起下来玩吧 是啊 快下来吧 乔恩 汤姆 你在这里等着我 我去游泳了 乔恩 我们来比试一下潜泳吧 看看谁憋气憋的时间长 嗯 这主意不错 我们一起来比试一下 预备 预备 开始 啊 汤姆 汤姆 你怎么跑下来了 怎么回事啊 汤姆 怎么会在这里啊 汤姆 会不会是以为乔恩溺水了 所以跑下来救他吧 汤姆 你很担心我 是吧 谢谢你啊 汤姆 感谢你这么关心我 后来 乔恩和汤姆搬到了一个小镇上 他们所住的位置距离一条大河非常近 透过二楼的窗户 便可以看到河边的美景 汤姆 你看我们的新家很不错吧 你喜不喜欢啊 汤姆 这是我们俩的家 我不在家的时候啊 你要好好的看好我们的家哦 就在乔恩本来的半个月后 一场大暴雨便开始了 大雨一直下了三天三夜 从而导致河水暴涨 汤姆 好几天没出去玩了 是不是觉得很难受啊 唉 都连续下了那么多天的雨了 也没办法出去玩 汤姆 我答应你 等雨停了 我一定带你出去 痛痛快快的玩一场 好了 现在我们能坐的也只有早早睡觉了 好几天 好几天 马上就要到了 怎么会这样啊 各位居民 赶快离开自己的屋子 我们有专车将你们护送到避难所 不 我要赶快离开这里 汤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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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 快出来 糟了 糟了 汤姆 汤姆 这是我们俩的家 我不在家的时候啊 你要好好的看好我们的家哦 司机 司机先生 我的狗还在家里 我想再回去找找 麻烦您开车带我回去可以吗 这怎么可能 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批撤离的车辆了 我想现在 洪水已经淹没了那里 我们怎么可能回去呢 汤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快看 有只狗狗被困在那栋屋子里 是啊 我们去帮帮它吧 喂狗狗 来我们这里 我们带你离开这里 怎么会是 它好像不愿意离开那里 狗狗 跟我们走吧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你放心 等到洪水退了 我们会把你再送回来的 哎呀 这只狗还很凶啊 是啊 看来它是不会跟我们走的 就让它留在这里好了 好吧 也只能这样了 我来这里已经三天了 洪水已经退了 我要回去 乔恩 你家那里淹水还有半米深 你回去又能做什么呢 不如再等一两天 等洪水彻底消退了 再回去吧 不 我想回去看看汤姆 我想他现在一定在家里焦急的等着我 我要回去找他 好吧 我可以借你一个橡皮艇 希望你能找到你的汤姆 嗯 谢谢您 天啊 洪水竟然有这么大 不知道 汤姆他怎么样了 汤姆 对不起 我马上就会来救你了 当乔恩乘坐着橡皮艇回到自家门口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 汤姆竟直挺挺的坐在家门的台阶上 似乎是在守护着这个家等待自己回来 汤姆 对不起 这几天让你受苦了 汤姆 我回来了 对不起 汤姆 以后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了 再也不会了 汤姆 汤姆